中国大陆贵州局部地区近日遭受雷雨大风冰暴袭击 导致24个县市区近20万人受灾 中国上海黄埔江近日出现大量死猪 官方打捞数量超过了6600头引起恐慌 中国民政部的回答却是 死猪将杖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 引起中国网民暴怒 疯狂讥笑并转发官员的可笑回答 中国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今天进入最后日程 是选举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关头 却是对传媒开放最少 过程最不透明的部分 中国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今天投票选出新一届的国家主席 选举投票过程有一个步骤是人带写票 与台湾选举人用印章选选候选人大不同 新唐人有的电视真理报道